欢迎收看大耳化之 台湾狼娶大陆姑娘已经不稀奇了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是这个 台湾女性嫁给大陆狼 两岸联姻到底幸不幸福 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挑战 我们今天邀请到当事人现身说法 来聊聊驾到中国大陆的甘苦谈 现场来宾张美云 大家好 美云他其实最原始 他其实跟我们一样都是跑两岸新闻 后来跑着跑着就遇见了爱情 其实就驾到了那个中国大陆 而且是驾给一个东北人 先跟大家讲一讲 两岸婚姻那么长的时间 你自己觉得驾到对岸 当台湾新娘好不好 我觉得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 好的话就是因为我跟我先生 我们都住在上海 所以没有婆家也没有娘家 那社会的环境或者是舆论的眼光 对我们来讲也完全产生不了任何的作用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 就是很自在的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所以真的是两个人笑两口的生活很单纯 这是好的 那不好的呢 不好的就是 其实在我们在上海生活 会遇到上海很多的冲击 那个有去过大陆的人都知道 那除此之外 我们生活上面还会有很多的摩擦 比如说各式各样的观念 价值观金钱观 当然这些都是后面才出现的 可能刚开始还不知道 觉得说也就这样子结合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困难的 或是很了不起的地方 但是后续很多陆陆续续会出现 那还是一一要克服 那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会觉得说 其实也这一路走来还好克服了 然后现在就会觉得说稍微宽心一点 美宇你这段婚姻其实很远 维度就离很远 从台湾到这个东北 而且还是黑龙江嘛 当初怎么下定这个决心呢 说真的当初真的没有想太多 我觉得如果我当初有想多一点的话 应该就不会结这个婚 你要说结婚结婚 就就昏了头才要结嘛 真的因为真的南北差 就距离很远 生活习惯各方面就已经很远了 又是台湾跟大陆 所以就是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起 那很多人也问我就说 可能当时我们都在上海 那他也是远从哈尔滨到上海发展 我也是从离开了台湾原有的生活环境 到上海去发展 所以我们可能当时都想要 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跟体验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 我的未来生活可能是不可预知的 好我们可能觉得很好啊 没有什么不好 那说父母亲有一些意见吗 这一点倒是我 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亲 他们从头到尾没有给我任何不好的意见 没终止就对了 对完全尊重我的自己的决定 倒是我当时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啦 或者是我的亲戚们 因为我亲戚们是 我妈妈那边是客家人 他们对于大陆那边的人 还是有一定的不认识 或者是不理解 所以他们当时就说 要想清楚啊什么什么的 他是不是为了什么什么的原因啊什么的 那婆婆那边呢 他们在东北 也都没有 他们当然是很高兴啊 娶了一个台湾媳妇啊 就两岸之间其实有落差后 有落差 对 他们对我们比较好奇 是 我们对他们其实我觉得正面评价稍微少一点点 对 对 有比较多的负面的看法 那再加上当时来做这个评估的 他会说 你当时在电视台做记者 你月入多少多少钱 那他当时在上海是做平面设计 那有时候他的那个收入比较不稳定 可能是几千块人民币到几万块人民币之间 所以他就觉得说 那你们收入差距这么大 那他是图了你什么 所以想跟你结婚 就家人会有会 朋友会有这样的提醒 朋友跟亲戚对 都会有这样提醒 你要小心一点啊什么什么的 实际结婚之后 进入了那个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后 跟你想象中是一样的吗 初期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就是我跟我先生两个人的相处是这样 我常常笑他 我说你根本就是一个假东北人 你到了上海以后就变成上海小男人了 他也承认是这个样子 就是基本上我说的都对 就是我说的都是say yes 他很少跟我起冲突的 然后也都以我为主 但是我们婚后会遇到一些 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 都是我最早没有想象到的 比如说我们会为了一些很简单的 比如这个菜要怎么煮 我记得当时我们 有人送了我们一包 那个叫做金针花 菜干的那个金针花 那我们台湾的吃法会把那个头的地方 就比较硬的地方把它摘掉 因为那个吃不了嘛 对而且那是干的 干的话我们可能会煮汤 泡水了以后煮汤 那我就问他你们东北怎么吃 他说就拿来炒啊 我说这干的怎么炒 然后呢我们就在讨论事情 但讨论到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火起来了 然后我就说不行 我一定要打电话问我妈 我一定要问他说这道菜到底要怎么煮 然后他就他就很生气 他当场就把那一包菜就丢掉 他就说这事情有什么好研究的 这个就当场就把他就把这个 这包菜丢掉他就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就大家不要再为这个事情吵架 我当时就火更大 我就说他遇到问题 应该要先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不是他把他从他眼前消失了以后 对这件事情就不存在 所以那件事情对我 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们结婚没多久以后发生的事情 我就一直记到现在 我觉得说我当时真的给我很大的震撼 那就是说原来我们在很多的观念还有这么大的差异 就是我们对于同样一件事情的处理模式是这么的截然不同 让我开始就想说对那我好好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你身边的这个人对不对 他这时候东北汉子的性格出现了 对因为他比较简单 我常笑他他的脑子里面不可以放超过一件以上的事情 就是这一件第二件事情他就打结了 到第三件事情他所有事情就没有办法做了 他就怒了 对这是他的个性 不过你算好你算是实际在生活之后才发现彼此的差异 有的是从准备婚礼的时候 那个差异跟冲突就会影响很大 对对对 其实我们的结婚的过程也蛮好玩的 我们是在先是在上海结婚 然后再回到东北再回到台湾 这中间过程就耗时了有一年多 一年半有了 小孩都生出来了 然后我们在台湾举行的婚礼 因为中间两岸文书往来比较麻烦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在东北结婚的时候也比较好玩 就是我们台湾的婚纱就薄的嘛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婚纱里面是铺棉的 就是像棉袄一样 冬天是冬天啊 冬天是零下40度嘛 对对对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好厉害 那新娘怎么能够穿得很有身材呢 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度 那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的鞋子 我就没有办法穿那个高跟鞋 我就在当地我就买了一双里面有铺毛的那种靴子 不然的话脚跟嘛 没有办法踩到地 穿白纱穿靴子 对而且那时候靴子还是红色的 我是想说我日后可以穿得到 所以我觉得不会穿一双有不到的靴子 其实美云还提供了一段影片给大家看看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光是在这个婚俗上面就是有差异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先登出鞋子吧 先登出鞋子 先回我的天 最重要的先压后烧 大肠列号线要点涂罗咔 怎么样啊 这是一场耗时一年 走到上海 然后再到黑龙江 然后再到台湾 然后花了一年的一个婚礼 那你到这个我们讲到黑龙江的时候啊 你发现有没有什么 我们讲这种婚属跟台湾对照起来比较有趣的 刚刚我们看了其实不讲 还真不晓得那在办婚礼对不对 那个是当天就是我们婚礼当天一大早清晨的时候 我先生必须到爷爷的坟上去烧香上坟 那这个婚属我们应该台湾是没有的吧 我当时只有拜祖先而已 我当时不知道他一大早去干什么 然后因为那个只有男生去 然后回来了以后我们就准备婚礼 然后一个是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 他们跟在台湾一样也是要有迎娶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因为他们当地没有饭店 那在台湾的话如果说我们不是从娘家出发的话 应该是会在一个饭店 然后有迎娶的车会过来 那咋办 那所以呢我就一样就是在婆家 然后车子就载着我 然后要绕整个屯子大街小巷一圈 就绕 很悠闲啊 要绕一圈 然后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婆婆交代 因为当时的那个 那里车呢 第一辆里车是宾室车 就是他的一个表哥特地从 吉西也是在那个 海隆江的一个很远的地方开过来的 因为他想说一定要很有面子 然后我婆婆也觉得这很有面子 所以一定要大街小巷 包括这个路都小的 不能再小的路也一定要开进去让大家看到 所以很好玩 那你要站在挥手吗 不用还好不用 不然很冷 我可能会结冻 因为刚刚那看 应该至少零下个二三十度有 还不到零下四十 但天气非常非常的冷 是 我们中国人结婚不只是两个人设 是两个家庭的事 当我们台湾女强人碰上了 东北女汉子婆婆会怎样呢 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聊 两岸联姻 现在每年以一万对的输入再稳定的增加 那同文同总背后 其实相处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那像你这样几年下来 你觉得两个人这样磨合 还有哪些 其实很多耶 比如说文化观 价值观 金钱观 其实都有 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遇到问题是 怎么去磨合跟退让的问题 比如说最简单的从金钱观上来讲好了 我先生是非常非常节省的 那刚开始我也不能够理解 但是也是因为后来我们几次回婆家去过年 好去了解 因为他们真的在一个资源非常匮乏的地方生活 就是一个农村 所以比如说用水上面来讲 因为他们都是抽地下水 对 所以他用水是非常非常的谨慎 因为当地的农民都被教育的 就从小就教育的就是说是要非常节约用水 所以像我们在上海生活的时候 他就我们洗手的水 洗米的水 洗菜的水 他是能用一个大盆子把它接起来 他都把它接起来 然后再冲马桶啊 或是做其他的用途 这很好啊很环保啊 是可是好累 就怕他不洗澡吧 因为我叫东北人他们天气太冷不洗澡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啊 这件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疑惑 也是到了东北以后我才获得答案 就是他只要不流汗就不洗澡 有流汗他才会洗澡 那夏天的时候他会洗好多次澡 但是呢冬天的时候可能好几天都不洗澡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可是后来我回我婆家之后发觉 原来当地人都这样 他们有可能冬天 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不洗澡 因为太冷 想想零下四十度 而且他们也没有浴室 对 一般的农 他们是公共澡堂嘛 对对对 他要到澡堂去洗澡 对所以 当然是 当我就说这个后来 要去理解了以后 你才能够了解 原来他从小生活的是这样子的环境 是这样子的环境 跟气候造就了他 现在这个样子 对你很难说马上去改变 那洗澡习惯还是没有改变 即使在上海有浴霸 冬天还是很温暖 他还是不天天洗澡 对是 他还是觉得那个很冷 所以你们为此吵过架吗 倒没有耶 我我只会觉得说 如果他真的很 就不卫生的时候 我当然会说他 但如果都还好的话 我就觉得 那就让他去吧 嗯 那我们台湾的习惯有什么 让他 对让他觉得不爽的 对 比如说哈 对 他也会觉得我为什么那么爱洗澡 哈哈哈 冬天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冷的天气 还要洗澡还要洗头 对不对 他也觉得我很奇怪 然后那个 呃用水 他有时候觉得 哎你用水怎么那么浪费 就是不习惯这样接 那我是觉得 那个有时候这样接 倒不是说不好 而是有 我有时候会嫌有稍微有点麻烦 那水量不是很多的时候 我就会拦着去做 不过这很特别 因为美云你刚刚说你是苗栗 嗯 桃园 桃园那边是客家人吗 对对对 对啊 客家人其实上来勤俭啊 对 这个按你来讲 应该没有人比客家人更勤俭 这怎么会是一个冲突呢 有有有 那个东北乡下人 哈哈哈 更勤俭吗 对比他更勤俭 对 嗯 不过勤俭是美德啊 是 就怕他挥霍啦 是 那呃 刚刚我们讲的是生活上面 那呃 会不会事业观上面有差异 会不会 事业观的话倒是还好 可是我们会对于有一些事情的做法 会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 像我们通常都是准备好了再去做 好 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要开创另外一个事业 我可能要觉得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有这方面的能力了 然后钱啊什么什么都准备好 我可能去做 他就不是这么想 我觉得他可能跟他们单打独斗出来的 还有白手起家的那种观念比较有关 他觉得说 我有机会我就去做 做了以后有缺什么 我再来补啊 我为什么要等等这个时机消失 对这刚开始我们俩会为这事情吵架 我就说 啊 你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准备 然后你就去跟人家说 你会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是做不出来 他冒险性格更强一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环境造就的 对对对 不让我觉得很讶异的 要是我 我是肯定不敢做这样子的事情 嗯 那在饮食上会不会有冲突 当然会啊 东北好像菜都很大 对对对 菜都很大 对对对 然后很爱吃 很爱吃饺子 然后那个酸白菜 但酸白菜我也吃不惯 因为正宗东北的 很酸 酸白菜不是酸 它有一股 因为它是发酵的味道 它有一股发酵的那个 我觉得有点臭臭的味道 我有点吃不惯 但是他们就一定要吃 尤其是过年在家除夕夜的时候 是一定要吃饺子 美如你现在家会自己冬天到就去腌个白菜放在家里面 没有 他没有这么贤惠 哈哈哈 到时我会腌台湾泡菜他也觉得很好吃啦 在饮食上面比较没有什么冲突 调整一下口味就好了 对 而且我就说 因为我们在上海生活很随意 她吃她的 我吃我的 我早餐就是吃面包加果酱 或者是奶油 她就吃她的馒头加辣椒酱 或者是东北大酱 就是她只要吃东北大酱 离我远一点就好 因为那个也是味道很重的 这个是因为自己生活 可是跟婆婆生活 而且我们说过 在中国人的婚姻 就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最难解决的是婆媳 对 有一阵子 我婆婆也有到上海来 跟我们一起住 但是她每一次 大概住不到一个月 她就跑回去了 为什么你们两个吵架 很不习惯 我从来没有跟婆婆吵过架 但是她很不习惯 因为东北人很喜欢 左右邻居串门子聊天 她到上海来以后 她发觉左右邻居都不认识 而且都上海人 她怎么聊天 她对她来讲太不习惯了 那吃也很不习惯 而且当时因为我们已经生孩子了 所以我婆婆吃的东西 太油太咸 就是通常她煮出来一锅 都是黑乎乎的 因为大陆的酱油都颜色很深 所以一顿出来 那个就是黑乎乎的一锅 然后很咸 又很油 所以我是绝对禁止我的小孩 去碰那个东西 哇 那怎么办 就是非常 奶奶做的东西要给孙子吃 我就直接跟她说不行 我就说如果你要给她吃 就是少油少盐 就是先盛出来 少油少盐的那一份 所以有一阵子我们家吃饭 就是一桌子里面 就好多菜 就是一半是我公公婆婆吃的 一半是给我们跟小孩子吃的 就是她要先把那个菜先弄出来 比较清淡一点的 对 那当然也跟她沟通过很多次 这样子的观念 因为小孩子本来就不能够吃太咸的东西 但是她完全不能理解 沟通容易吗 没办法 她完全不能理解 她就觉得说 我从小就是这样子养我的孩子 你为什么一天那么多 对 所以就我比较强势 我婆婆也很强势 通常东北女人能够当家做主的 都很强势 都有自己的一套持家的方法 那我也很强势 因为我觉得 我孩子的未来是我要负责 那不是你负责 所以我也很强势 那怎么办 我先生很可怜的在中间 然后叫她 她负责传话 她负责传话 然后我就说这个不行 然后她就跟她妈妈说不行 不行 然后她回来说为什么不行 她没有当作一个润滑的 她真的就只传话而已 因为她是 东北人真的想法比较直接 她也没有办法做很好的 那个婉转 或者是比较好的润滑的功能 到那时候 通常到最后都是 不是我受不了 都是中间人已经受不了了 她就要崩溃了 因为她两边的那个讯息 我刚刚已经说过 她想法比较简单 她觉得 为什么这件事情 不能很好的解决 你们要这个那样 她后来就没有办法 就要崩溃了 然后最后她就 最后的结局就是 她可能跟她妈妈吵一架 她妈妈就气得会东北 那你们的婆媳问题 除了在饮食上面 清淡跟非常浓重的口味 不一样的这种差异之外 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你觉得困难 我们应该讲说是困难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 生活环境的不同 这个部分差异太大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比如说我婆婆她们会抽烟 那我当然不会说有小孩子在的时候 还是让她们抽烟 所以一定规定她们要到阳台上面 冬天的时候在阳台上去洗烟 上海冬天很冷啊 对 但是也没办法 对 就是 是你没办法 她没办法 我很坚持她没有办法 一定要去往阳台上吸烟 对 所以 那会怎样 她最后听你的吗 她会听我的 她会不开心 但是还是会听 因为她也很清楚知道说 那个最终还是 我的孩子的部分 还是我自己要来负责 对 但是到现在 就已经可以相敬如宾了 就是刚开始 一定会很多这种事情冲突发生 然后她也会不理解我 说我为什么要 要求这么多 那她现在还看到孩子养得 也很健康 然后也很开心的长大了 然后她就会比较听我的 像我们现在回东北 我婆婆自己会到镇上去买 那个就是葵花油 就她们在当地都是吃大豆油 而且不是罐装的 都是去打的那种大豆油 你不知道那个大豆油哪来的 但她知道我对这个部分 很讲究 很要求 她又特地去买那个 有品牌的葵花油 对 然后也会少油少盐 所以她心里其实 虽然刚开始有一点点疙瘩 有点摩擦 可是她最终还是 臣服 投降 听媳妇的 对 这个台湾大女人 遇上了这个东北女汉子 真的是强强烈手 走进实际的生活里面 真的是处处是火花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两岸联姻虽然同文同种 但是这个成长环境跟教育思维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台湾大女人遇上了东北大男人 要磨合好久才会是一个幸福的火花 我们的网友就问了 问美云 嫁给大陆人会引来负面眼光吗 负面眼光哦 因为我不太在意这个 但是 你有感受到吗 比较多的是好奇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那种心态 我不知道 那都会第一句话都会问说 一般都是台湾男孩子娶大陆女生 为什么你会嫁给大陆男孩子 对 然后我 我到底没有什么觉得太在意的地方 他们都是好奇 那你当时怎么回答这个疑问 没有啊 就遇到了 就结婚了 就爱情来了 对啊 当业打不住 我觉得没有什么那个太特别的地方 就好像也有很多台湾的女孩子 会嫁给外国人是一样的呀 只是大家会把这个问题放大 你那时候在交往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对他就有点 我们讲刻板印象在那边 倒还好 因为我们跟 因为当时已经到大陆去出差 住点有三年了 所以对于当地的年轻朋友们 有一定的了解 我觉得也还好 而且在一方面 可能是我们工作的关系 我们对于很多东西的接受程度 会高 会比较宽容一点 对 在家里面是你比较强势还是你 对 你比较强势 这个东北汉子可以接受吗 他有时候被我惹烦了 也会生气的吼一声 东北呼叫了 对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不过 美云因为大家不认识他 如果你知道他的背景 美云自己原本在那个电视台里面 就已经是当个主管 而且他在外面注点 他的事业表现其实是很成功的 那当所有人知道说 他竟然要嫁给一个 东北汉子的时候 其实 嗯 会有很多的问号 对 对 嗯 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说 当然可能就是缘分到了 然后 可能年纪也摆在那里 然后就身边就遇到一个觉得还不错的 那现在看起来可能是 偶然 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看 未必不是一个必然 好 就是说 我说了 就是当时可能 我跟我先生都处在一个新的环境 我们都想要改变原有的生活 都想要做点什么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 然后相遇了 觉得说 可以在那边有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 嗯 那的确我们也做了 嗯 很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去旅游 然后做自己的事业 嗯 觉得很开心的 以过来人的经验 讲一讲 两岸联姻 最难到底难在哪里 要怎么克服 我觉得最难的还是 还是就是 有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夫妻可能即使 结婚了 相处了一辈子 你可能都 不是很清楚知道说 你的枕边人到底在想什么 好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可能每一对的 夫妻都有同样的问题 而不是两岸联姻的问题 对 倒不是说我们 特别不一样 但是 唯一会有一点 我会建议就是 如果现在有在 做这方面准备的人 可以多去 先生的家里面看一看 是婚前吗 婚前 当然如果婚前没办法 婚后也可以 因为我觉得可以多一份理解 就是知道说 她为什么会这样子想 会这么样子做 你日后会知道说 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表现 那实际相处的建议 也是包容 理解 对 是 再也没有别的方法 所有的夫妻相处 知道都是这些 都是一样的 对 跨境婚姻需要 面对更多的一个挑战 那也更需要 更多的这种理解 跟包容 其实两岸联姻这种经验传承非常重要 所以有机会我们要继续找美云来上节目 分享其中的酸甜苦乐 今天非常谢谢美云 谢谢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继续大耳花枝 谢谢观众的观众